香港政府强行推动的逃犯条例 那么现在大家又常常喜欢讲 它叫送中条例 因为送中送中 好像送你上西天那样的一个谐音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质疑 它是引渡中国的恶法 把这些嫌犯送到中国去 交由北京政府来审判 大家觉得哇那天哪 感觉好像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呢故意要说 它叫送中条例 昨天100万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 来参与这场大游行 这是香港30年来最大规模的游行记录 而送中条例 我们讨论了非常多在政治面 因为大家质疑 可能会成为北京政府 遣送政治犯的任意门 但是今天我们要带您探讨的是 经济层面 现在商界担心 香港丧失了司法独立 也将会一并断送了香港目前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为未来将会没有任何人 愿意冒着随时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去受审的风险 继续留在香港经商 最近呢已经出现了香港富豪的出走潮 今天的大事件话题 我们就带您看送中条例一旦通过香港未来的经济前景 现在看起来似乎是蒙上了一片阴影 好我们首先就来带您看到的这个所谓的逃犯条例 到底呢在商业 为什么商界这么样的关注 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大家都盯紧眼睛在看 这个条例到底过不过 那他当中的条款又怎么样影响到商业的一个运转呢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看 当然呢逃犯条例起因于呢 台湾曾经发生过一起这个命案 那命案呢是香港人在台湾杀了他的女朋友 然后逃回香港 我们就没有法源依据可以把这个香港的嫌犯 给引渡到台湾来受审 所以后来呢香港政府 他们就开始订定这样所谓的条犯条例 要把一些香港跟其他国家 都还没有引渡条款的一个法律漏洞给补上 但是呢跟香港跟台湾之间的一个法律漏洞 他补起来的同时 他把这个中国也纳进来 他把澳门也纳进来 哇这样子香港人民就觉得太危险了 因为呢在中国的司法 司法在中国 其实大家现在是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的 首先大家觉得司法不透明不独立 再来觉得有非常多非常多的黑暗面 再来觉得我在北京如果受审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违反人权呢 毕竟北京的一个人权记录并不是那么样的好 所以呢这个逃犯条例一旦把中国给纳进来 可能要引渡在香港的这些嫌犯的同时 大家就开始走上街头抗议了 觉得这引渡恶法千万不能让他通过 好那你就说了什么样的罪名要被引渡 本来这个香港政府最早最早提出的条例 有46项条例 那这46项条例当中 哇这个包山包海很多啊 这个杀人放火那背影度 我们就没话讲嘛 你早就应该去干嘛去干嘛去嘛 赶快上席天重新投胎 但是呢有一些关于商业的 关于诈欺的 关于其他的一些法律的 通通被纳进来的同时 哇大家就非常紧张 本来46项 现在呢37项罪名 为什么减少了那9项 那9项呢 其实都是关于商业部分的 比如说智慧财产权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像电脑骇客 像是这些 那有非常多的一些商界的一个领袖 商会他们站出来抗议 说你的范围太广了 这会影响到我们商业上的一个运作 所以呢不断的去跟这个香港政府游说 所以后来呢拿掉了其中的9项 但是留下来的还有37项 而这37项当中 跟商业有关的还是有 好我们来看包括关税 包括了贿赂 包括了洗钱 包括了贪污 包括了逃税 包括了诈欺 还包括了重婚 重婚是什么 很多的人到大陆去包二奶 包二奶你就重婚嘛 对不对 所以呢你小心哦 你在那边乱包二奶被发现 你到香港去过境 你要再去哪边玩的话 你就直接被带到北京政府去 包二奶把你给这个好好的把你引渡过去 惩罚你一下 另外像是走私啊 那于是呢 香港政府给的理由说 因为漏洞太多了 这个逃犯逃来逃去 所以我们要让所有的 作奸犯科的人 让所有犯罪的人 都得到他应有的制裁 你觉得这个理由很有道理吧 是啊 所以呢香港说 我只是补漏洞啊 我要全面接轨中国的法制 但是你罪行这么多 通通被引渡到一个 我们认为司法不是那么透明的地方 去受审 当然就有非常多的疑虑 所以呢在这么多的罪名当中 还有哪些案例可能会被引渡呢 带您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从缩时画面看得出来 香港反送中游行的人潮 原本只占据半边车道 但下一秒疑似因为规定范围太小 人潮有如土石流一般 瞬间淹没两边马路 即使入夜香港反送中游行 人潮仍未散去 游行起因原名逃犯条例的送中条例 即将送进香港立法会审议 但因为内容太过轻忠 顺真引爆大规模抗议 香港民众感到愤怒 是因为准备修改的送中条例内 采明未来中国可以要求 香港将犯人移送中国审议 而犯了什么法 基于什么理由 是中国说了算 更不用说中国在司法上 拥有众多不良记录 一旦犯人被送往中国 人权将难以保障 更糟糕的是 就连过境香港的台湾人 也在逃犯条例的涵盖范围 6月12号 就像逃犯条例 就将进入香港立法会 时间迫在眉睫 也难怪会引爆百万香港人 上街抗议 三里新闻 中高报道 好 那么继续 我们就带您来看 商界到底忧虑什么 现在商界有非常多 非常多他们心里头的担忧 所以才会不断地去游说 本来46条当中 已经拿掉9条 关于商业方面的一些违法 可能要被引渡的条例了 但是留下来的部分 还是非常多 比如说像是贪污 贿赂 洗钱 你会说我们就好好做人 就好了不是吗 我们就好好的循规 倒举就好了不是吗 但问题就在于 贿赂 感觉好像模糊空间非常大 我们来看到 有很多的这些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经商 然后呢有很多 他们可能是 在大陆经商 那没比他也在香港 可能他也有一个分公司 亦或是他住在香港 他可能到中国大陆经商 很多香港的富豪 怎么可能没有 在中国大陆经商吗 一定有的嘛 所以他们一定就非常担心说 他过去在中国大陆 有没有黑历史 他有没有忘记 缴的税啊 他有没有忘掉 缴的罚款啊 万一有的话 他被引渡过去 该如何是好啊 因为被引渡 你不是人抓走就算了 他可以冻结 或者是没收 你在香港的资产 所以呢 最近有非常多的香港富豪 开始出现了资金逃亡潮 特别是那种 可能是中资 然后呢 在很多人这样 在中国赚非常多钱 然后呢 他就把钱搬到香港 住在香港 觉得香港的生活品质 可能高一点 就这个样子 但是呢 现在这些钱放在香港 他觉得很紧张 那万一呢 你把我没收 我该如何是好 所以现在很多 在香港的富豪 开始问了 我钱还能够放哪去啊 他们要去开 第三地账户 现在很多人 选瑞士过去 但现在很多人 选新加坡 好 所以大家已经开始 出现了资金逃亡潮 再来呢 他们的担忧是 因为这个逃犯条例 他塑及既往 这四个字好可怕 所以呢 他们很担心 他说在中国大陆经商 过去的中国大陆 大家还记得吗 你说现在中国大陆 改革开放 好 我们同意他改革开放 但是过去呢 在中国大陆经商 你随便去问你 任何一个台商朋友 你的港商朋友 中国大陆 怎么可能不贿赂啊 那是一个靠人际关系 靠人脉关系 在做生意的地方 你要土地变更 你要盖一个工厂 甚至呢 小连当地的一个小公安 你可能都要去塞一点钱 这叫不叫贿赂啊 贿赂也是这回 逃犯条例当中 要被引渡的罪名之一哦 谁没贿赂啊 他说那叫在 中国大陆的经商的潜规则 那潜规则 每个人都这样子 你如果要引渡我的话 哎呦那我好害怕 我还在香港待得下去吗 再来呢 有很多的国际资金 还有企业跟人才 都因为害怕 可能会离开香港 因为呢 他们担心 这个逃犯条例 送中恶法 可能会危及香港的 独立司法的制度 大家知道经商 很重要的是 整个环境的安定性 所以我们要带您看到了 这个下一章就特别提到了 为什么说 这个逃犯条例 现在全世界 大家都非常关注 国际商会就说 你如果真的通过 会损害到外资的投资信心 刚提到了 这个外资要投资 一个地方 他首先会看什么 除了看说 会不会赚钱之外 他要看你这个地方 综合评估嘛 国家安不安定嘛 你是不是一个 内乱随随会打仗的国家嘛 你是不是一个 司法非常透明的国家嘛 不然我到你这个地方 做生意 然后万一怎么样 有人骗我钱了 我还找不到 人家帮我撑腰了 这样也不行吧 太危险吧 所以呢 他们会综合评估 你的法律制度 你的政府的安定性 你的稳定性 然后周边统合 做了一个综合评估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投资嘛 那你现在有这个逃犯条例 哎呦 那我好危险啊 我怎么晓得说 中国大陆会不会随便 给我安一个罪名 然后你就要来查我的公司呢 那我的公司设在香港 岂不是太危险吗 现在其实有非常多 国际跨国的集团 他们都会把他们的一个 这个亚洲的总部 设在香港 然后呢 他在中国大陆经商 但他总部在香港 所以他说 如果我还在香港 我是不是好危险 所以总部恐怕要撤出香港 可能会影响到 国际外资的经商信心 那美国呢 国会也非常紧张 盯着眼睛在看 这个逃犯条例 因为呢 这个美国 他们已经算出来说 大概有美籍人士 大概八万五千人 住在香港 另外呢 大概有一千三百家 这个美国公司 他们在香港 都设立了 他们在香港的基地 所以他说 他们现在 如果逃犯条例通过的话 美国也要重新来看看 他们的一个香港关系法 我要不要随着修正啊 否则的话 美国人在这里 会不会蛮危险的啊 那美国国务院 是直接谴责 说如果逃犯条例通过的话 侵蚀到一国两制 因为你就危害了香港的司法独立 所以我们看到了 现在这个逃犯条例 其实直接冲击的 是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五光时射的东方之珠 不但是亚洲金融重镇 更是亿万富豪摇篮 不料刚取代美国纽约 成为地表最富之城 现在却精传 富豪酝酿 原来引爆争议的逃犯条例 一旦通过 这个人首当其冲 华智前主席刘联红 就逃犯条例 申请司法复合许可 高党法院批准他 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赫 曾是香港不好 四大偏王之一的刘兰雄 在2015年富比市排行榜掉到第六 意思就是因为2014年 爆出行贿澳门官员的丑闻 如果逃犯条例追溯既往 他恐怕将成为首名被引渡的香港富豪 言行条例禁止香港和中国之间移交逃犯 是一国两制的根本和核心 触及基本法第38条 还有立法会没通过法例之前 法庭应不应该处理的问题 刘兰雄重金请来英国律师打官司 不过其他富豪挫来淡 因为按照刘王富豪郭文贵的说法 只要批评过中国政府 就算发生在1949年也算犯法 那就是香港的李嘉诚 什么李肇基 什么郑嘉诚 郑玉彤 什么大差 通通的你家过去组组上 就是顶了西瓜来的 全都叫逃犯 巧合的是香港四大家族创办人 这两年陆续退出第一线 我现在今天 如果你说我想退休 接下来五个月 我还是很退休 没问题 香港首富李嘉诚退休后 第二富豪李肇基也终于交棒 是不是打算移民地风投引起各界揣测 因为就连并非富豪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林荣基也想出走 现在又有消息就说林荣基原来昨天就已经离开了香港 因为怕这个逃犯条例一旦通过他就会被引渡回内地 不过比富豪人人自为影响层面更广的是 注点香港的全球企业 看准香港占地理之便 全球半数人口搭击到香港不超过五小时 加上经济自由指标名列前茅 一直是大企业亚洲总部的首选 不过香港能维持这项优势 是因为中国在1997年保证将维持一国两制到2047年7月1号 但随着香港GDP GDP占中国比例从1993年的27% 骤降到2017年的3% 可以看出金基姆光环吞色 近年更透过港珠澳大桥等建设压缩香港的独立空间 2018年开打的中美贸易战 更让香港沦为两强对弈的一颗棋子 不过专家分析不少欧美企业痛斥逃犯条例践踏人权 根本是毛枯耗子 我在香港有8万5个美国人 有1300间美国公司 如果这个投犯条例通过 我那些人很害怕 所以我要重申地检视这个香港格局关系法 不过美国一旦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取消香港关系法 不论在内部引起港人反弹 或是在外部冲击入资流出 最终受害的恐怕都将是中国官方 在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我们看到了 现在在香港的富豪已经开始涌现出走潮 但是你现在才想走 你会不会太晚了一点 这个时候就不禁要想 华人首富李嘉诚真是有远见 人家老早就能闪则闪了 好 我们来看到了 这个是最近又重新被开始 重新的回顾李嘉诚 他开始抛售在中国大陆的资产 后来他连香港的资产 他也开始着手 开始一个一个卖掉 把钱全部转进欧洲 你现在回头看 你不禁要想 哇 真的是僵士老的辣 这个看很远 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的媒体的统计 说李嘉诚在六年内 他抛售了新台币高达 7700多亿的房地产 这还只有算房地产 还不包括他有非常多的投资 他全部都转卖掉 直接把钱全部拿到欧洲去 在欧洲他特别喜欢英国 那么当然英国跟香港有些渊源的 那他投资英国呢 被英国的媒体直接说 李嘉诚似乎要买下整个英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呢 英国的基础建设 李嘉诚投资了好多 一兆六千亿 全部去投资英国 包括像电力公司 交通铁路 天然气公司 零售事业 所以呢 英国媒体说他几乎买下英国 但是对于中国媒体来讲 就会觉得很不适滋味了 你是华人嘛 结果呢 你把钱全部挪到英国去了 这样感到 好 他们这个中国媒体就这样说 掏空了商业的信用 注实了中国经济的根基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 李嘉诚到底是什么时候 看到了 可能有今天的结局 所以当初做了那样的决定 你快来看 香港首付李嘉诚 去年风光退休 放心交棒给儿子 因为钱早就赚到数不完 27号 中国自媒体在微博发表文章 标题写下 李嘉诚真的跑了 痛批李嘉诚不断抛售中港房产 六年间抛售套现 一千七百亿人民币 做工中国赚取千亿 赚钱是后来 不赚钱的时候走人 掏空了商业信用 注实中国经济的根基 早在四年前 中国官方相当不满李嘉诚 这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 发文就是新华社旗下的 寥望智库 本章形容李嘉诚 只是靠特权致富的 一届小商人 中国官媒不止一次 批评李嘉诚有失道义 在中国地产行业 与权力走得很近 暗指李嘉跟江派关系 现在赚保了 开始撤资 二零四年年初 李嘉诚大量抛售 中国商用物业 光是上海陆家嘴 市集会广场 售出两百亿人民币 其他产业前后 套现了八百多亿人民币 电影蝙蝠虾 经典场景中环 二零七年也被李嘉诚 抛售超过台币 一千五百亿天价 创下港市最高纪录 李嘉诚的资金 全移到他看好的欧洲国家 尤其英国 投资电力交通天然气零售 超过港币四千亿元 大约新台币一兆六亿多 几乎买下整个英国 荷兰再生能源公司 奥地利爱尔兰电信业 李嘉诚通通插旗 前后撒下超过两百三十亿英镑 香港首富出逃 看虽中港经济也成为中国眼中钉 三日新闻内方 综合报道